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高段位和低段位的人 三种行为差别 高段位的人和低段位的人 有三种行为上的差别 大家一起看看你是哪一种 第一种 低段位的人真性情 高段位的人没情绪 但自己说自己真性情的人 就是脾气差 而且没什么情商 服务员说你两句就马上跳起来 被人说了两句 就念一整天 看过教父没有 教父的大儿子桑提诺 就是个标准的真性情 最后是被他妹夫做了个局 惨死街头 其实我们做生意的人 最喜欢碰到这种情绪 挂在脸上的了 夸你一句你就笑了 说你一句你就哭了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两个眼睛开大炮 高段位的人支配情绪 不会随便发脾气 因为他知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他要广结善缘 情绪只是一种工具 我发火不代表我生气 是因为场合需要我发火 第二种 低段位的人什么都不信 高段位的人是大胆相信 小心求重 看到有人交项目做培训 低段位的人是打死都不信 他们会说 如果这么好赚 你干嘛自己不去做 对吧 所有想教你赚钱的人 都是要赚你的钱 这就是典型的 只要我看不懂的 我都不信 但这种事情 如果你愿意听我说几句 你就听懂了 我去年看过一个搞收纳的项目 这个项目 一个月最多只能赚五万块钱 但是我把这个赚五万块钱的方法交给你 你给我五千块钱 你干不干 你肯定干嘛 对吧 那我收了一百个学员 是不是我就赚了五十万了 这一百个学过这个方法的人 是不是都能赚到五万块钱 那是不是双赢啊 所以为什么有项目 我自己不做去交给别人 是因为我交出去 比我自己做赚得更多啊 但并不代表我交出去的东西是没有用的 听懂了吗 高段位的人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 所以他们愿意相信所有的事情 但是要求证 为什么市面上七十万的培训都有人去报名啊 因为他们真的碰到问题了 公司你怎么走向海外 对吧 你怎么介入资本啊 你告诉我 除了培训 你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 简单来说 就跟我们上课一个道理 你没有学过勾股定律 你永远也解决不了三角形边场的问题 觉得什么都能靠自己解决 就是因为无知 见识太少 见得多了 你就知道自己渺小了 靠一己之力 你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你是只能选择去相信别人 区别在这里 第三种 低段位的人爱占便宜 高段位的人爱吃亏 低段位的人热衷于省钱 他觉得省钱能致富 那我多占你便宜 不就多省点吗 算笔账 如果房价十万一平 一套房子一千万 你一个月存一万块钱 要存83年 83年你钱没存够 人就没了吧 那你平时买东西 凭一个五毛一块 凭一个五毛十块 有任何意义没有啊 而且一直关注银头小利 你会沉迷的 你习惯了从占便宜当中 获得快感 你的目光就长远不了了 因为你不去判断 什么事情更有价值 你慢慢就丧失了 这个判断能力了 高段位的人 他从来不去计较 当下的读师 他们就考虑长远的回报 为什么每次吃饭 他都喜欢把单买了 你还觉得你占便宜 有没有想过 每次你有什么好项目 有什么好事的时候 你是不是第一个时刻 想到它 你在别人心里 塑造一个大方形象 这件事 比你每次占的那些 小便宜划算多了 最后我再说说 怎么样辨别一个人 是不是高段位 首先 你说的所有话 他都能听懂你想表达的核心观点 而且沟通起来毫不费力 他不会理解错你的意思 那他大概率段位比你高 而且很有可能向下兼容 所以你跟他沟通起来很舒服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